这个视频咱接着复习酸和碱,该说碱了,常见的碱有氢氧化钠、氢氧化钙和氨水等。 像氢氧化钠,俗名活碱、烧碱、磕性钠,是白色片状固体,具有强腐蚀性。 如果一不小心沾到皮肤上,要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,并涂抹膨酸溶液。 氢氧化钠固体还有吸水性,可以用作干燥剂,干燥中性或碱性气体。 因为氢氧化钠有吸水性,所以暴露在空气中一朝碱,而且它还会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而变质,因此氢氧化钠要密封保存。 还有你学过,氢氧化钠固体溶于水时会放出大量的热。 另外,氢氧化钠是很重要的化工产品,常用于肥皂质取、石油、造纸和硬燃等,在生活中还能用作去污迹。 除了氢氧化钠,氢氧化钠也是常见的碱,俗名熟石灰、销石灰。 氢氧化钠的水溶液就是你熟悉的澄清石灰水,而玄酌液是石灰乳或石灰浆。 氢氧化钠微溶于水,溶解度很小,而且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,它可以由生石灰和水反应致得,这个反应可是大量放热。 氢氧化钠的用途很多,可以改良酸性土壤,和硫酸酮酮一起配置波尔多叶。 另外,石灰浆还能用来刷墙,或者和硫磺混合保护树木等。 像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钠这样,在水中电力出的氧离子全部是金属离子或氨根,氰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的物质,就叫做碱。 碱有一些共同的化学性质。 首先,能与指示剂反应,紫色石锐预碱变蓝,五色分态预碱变红。 其次,碱能与非金属氧化物反应,生成盐和水。 比如氢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反应,生成碳酸钙和水,这是碱烟二氧化碳的原理。 类似的,氢氧化钠也能和二氧化碳反应,生成碳酸钠和水,这是氢氧化钠变质的原理。 实验室常用氢氧化钠溶液来吸收二氧化碳。 咱在负锡酸的时候还说过,碱与酸能发生中和反应,比如氢氧化钠和硫酸生成硫酸钠和水,这是碱的第三条化学性质。 最后,碱还能和某些盐反应生成新盐和新碱,比如氢氧化钙和碳酸钠反应。 这两条性质都属于负分解反应。 以上就是碱的四条化学性质,你都要牢牢记住。 之前刚说过,酸是氢离子加酸根离子,碱是金属离子或氨根加上氢氧根离子,酸和碱生成盐和水的反应叫中和反应。 看来,中和反应的实质是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结合生成水,因此,盐就是金属离子或氧根离子再加上酸根离子组成的。 中和反应没有明显现象,为了验证反应的发生,可以加酸碱指示剂。 比如验证氢氧化钙和盐酸发生了反应,可以先在氢氧化钙中加入分泰,溶液显红色,然后再逼加盐酸。 当溶液变成无色时,说明恰好完全反应。 中和反应有很多应用,比如舒适灰用来改良酸性土壤,还有胃药中的氢氧化铝可以治疗胃酸过多的情况。 之前咱还学过,指示剂可以表示溶液是酸性还是碱性,但如果要表示溶液的酸碱度,就要用到pH值了。 pH值的范围是0到14,当pH等于7时,溶液是中性,小于7是酸性,pH越小,酸性越强。 当pH值大于7时,溶液是碱性,pH越大,碱性越强。 要测定pH值,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pH试纸。 使用时,在干道的玻璃片上放上一张pH试纸,用玻璃棒沾取代侧液,滴到pH试纸上。 等湿纸变色后,与标准比斯卡对比,读出pH值就行。 注意,pH试纸不能润湿,否则就相当于稀释了溶液。 另外,用pH试纸读的结果只能是整数,如果想要更精确的结果,你就得用pH计了。 接下来,咱再复习pH的变化区线,先看第一种情况。 像pH等于1的颜酸中加水,pH逐渐增大,最后接近中性,无限接近于7,所以图像是这样的。 类似的,像pH等于14的碱中加水,pH逐渐减小,最终也是无限接近于7。 反过来,像水中加pH等于1的颜酸,pH逐渐减小,最终无限接近于1。 像水中加pH等于14的碱,最终pH无限接近于14。 那酸碱中和时的图像应该咋化呢? 比如像酸中加pH等于14的氢氧化钠溶液,pH应该逐渐增大,达到7时恰好完全反应。 如果你继续加碱,溶液就变成碱性,最终无限接近于14。 像碱中加酸的曲线刚好是反过来的样子。 好了,就说到这儿,你都记住了吗? 赶紧刷题练练吧。 好,加油! 好,加油! 加油! 感谢观看